剩下一點寶貴的時間 趕快來問一下永明哥 這個選舉肝臨股 是一定要討論的 現階段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把握 對 因為第一個 我們說過台股比較潛跌 所以外資是決定指數的方向 如果說外資會一直進來的話 我們原則上就是做大型股就好了 但是如果說 像我們剛剛的分析說 指數來到了前波高點 要稍微折返 要稍微停頓的話 基本上就要看內資的方向 內資這次當然 都在看選舉行情 選舉行情裡面兩邊都有人壓 我們先來看其中的一塊 比如說中概收成這一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的中概收成股 突然之間轉強 包含像保存 包含像正希 你看這種都是過前高 然後潤泰權 然後甚至包含中華車 各位發現就是說 我們節目上一直在講 中國的經濟不好 中國的經濟不好 在這個之前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中概收成股就跟鹹魚一樣 剛剛這個威良講的 而且是做Walmart裡面的罐頭 都可以放好幾年的那種 對 動都不動 但是在最近就突然開始動 所以就代表說有人在壓保 另外一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邊自然就有人在壓 比如說政策概念股裡面 跟綠能比較相關 可是各位 最近的綠能股大部分都在整理 因為議題已經都是吵過了 或者是已經都提到了 但是也反而在這個 所謂中概收成股起來的時候 他們開始有一點點 就開始有一點慢慢在動 最近你看可以看一下 從400多塊跌到200塊的 差點要破200塊的一個高利 在最近四個交易日裡面 就開始蠢蠢欲動 然後我們同一個時間 再去看滑城 這個之前也是熱門的股票滑城 然後另外再看一下 跟這個所謂探權交有關的 比如說像永威投扣 來到這個假區的時候 默默之間 沒有什麼成交量就自己上去 另外還有包含像 還現在躺在地上的 這個6282的康書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一下 就是說我們通常都在電腦裡面 設兩邊 兩排持股 一排的話是比較偏 這個所謂中國收成 另外一排偏節能 我們來看看盤中在PK 然後看看哪一個勢力的一個銷漲 或者是資金的一個輪動 所以最近有一些 跟節能相關的一些股票的話 可能大家還認為它不是很熱 但是在選舉概念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認為他們應該也可以從底部 慢慢開始爬升的一個機會 對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因為畢竟這個氣候變遷 永續的這個議題 其實是現在全世界 大家都在關注的嘛 對 等到過一陣子 他們又熱起來的時候 ETF又進去買的時候 這些持股的可能它就股價 也很難說搞不好股價 就整個就噴上了 對 就股價上 就是風水輪流轉的一個概念嘛 好 對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永續 永續啦 那最近其實觀光好了